帮我去养风场正式开工 郑丰村着手兴建养风场 但风场落成 贫困户王成德山上的土地 将无法耕种 李南阳与王成德协商达成协议 张瑞珍种植的紫山药患病 用错药又导致错过最佳的治疗时间 在李南阳的帮助下 张瑞珍重新调配药剂 避免了绝收的风险 房屋的扩建计划提上日程 原来的铁皮棚 村里需要回收 张瑞珍希望留下铁皮棚 减少房屋扩建的成本 不行 你给它查好了 你都给它自己都一家车 你都在二层 那我从再大的银皮 用到了用手就够用心 你发车 发车用心 这不完全可以 二层房扩建完成 房间足够一家八口居住 张瑞珍也完成了自己的心愿 郑丰村又将发生什么故事 攻坚日记 继续关注 MING PAO CANADA 虽然仅仅在低温天气 才需要喂糖 但算下来 30箱蜜蜂 一天就要100元以上的喂养成本 对张瑞珍来说 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眼前这箱蜜蜂产量极低 继续下去到不了花期 整箱蜜蜂就会消失 这让张瑞珍有些苦恼 村里的蜂场 被评为江西省内三星养蜂场 这也吸引了新国县内的养蜂大户 前来参观学习 除了免费的技术培训 同时为没有经验的蜂农 提供蜜蜂寄养服务 张瑞珍也希望借此机会请教一下 自家蜜蜂不产卵的问题 有蜂场管理蜜蜂 需要支付一定的管理费用 张瑞珍认为 自己的养蜂技术已经成熟 没必要花钱 把蜜蜂寄养在村里的蜂场 在专家的帮助下 问题很快得到解决 张瑞珍平时只喂糖水 但蜜蜂幼卵的主要食物是花粉 没有投喂花粉 导致蜜蜂幼卵饿死 险些失去整项蜜蜂 张瑞珍不等活动结束 就赶回来投喂花粉 有了村里的养蜂场 做定心丸 张瑞珍不再束手束脚 计划天气转暖 扩大养蜂规模到70箱 这样一年下来 就有5万元左右的收入 张瑞珍的房子扩建完成 根据村里政策 门前的土路可以由村里出资 进行路面硬化 但前期的费用需要自己垫付 张瑞珍和邻居搭成一致 两家平摊费用完成路面硬化 夜里张瑞珍算了一笔账 完成眼前的路面硬化还需要4000多元 前期的基础工作已经完毕 如果再没有材料进来 邻居将要外出工作 路面硬化将不知要拖到什么时候 必须要尽快购进材料 我之前再想一下 热南借的结果了 这打得不好说 这个借钱有一部分借钱 是当面去问他借钱才好 别准备打电话是可以的 借钱的失败 让张瑞珍回忆起 儿子生病的那段时光 我以前已经看了 我昨天好看了 我现在就不用看 我 Superior 我还不说 我现在我就不要 我从这儿我对我来 我来说 一年 就是24年我来 我快点 我还有一天 我现在还来了 我现在还没了 我现在已经没了 我现在没了 你是在ingle 你 你 我 我 其实 与过去不同 这次借钱除了心酸 还夹杂着更多对已雇儿子的思念 正当张瑞珍一筹莫展的时候 李南阳却带来了好消息 村里种植的紫山药有了销路 挖了挖的是销路的紫细 这断了 断了它会烂掉 又没有很多点点 品身又太差 张瑞珍对于自家的山药 能否顺利销售 产生了怀疑 听说有客商要收购紫山药 销匡福家要求李南阳 将自家的红薯一并收购 将要设计来 cô子在那里 一家的红薯一并收购 现在您能放入 我把辣植的红薯一并收购 一路大街的红薯一并收购 我们都把辣植的红薯一并收购 有点落得很白 我也可以不是有点激 没有人要把辣植销的红薯一并收购 李南阳因地质疑 推动鼠类种植产业 给萧框福家发放红薯苗 红薯成熟后 由李南阳负责回收 但萧框福曲解了 李南阳包回收的意思 红薯成熟后 又做成鼠苗种了两剂 红薯产量 一下超出了李南阳的预计 按照原计划 李南阳准备依靠个人关系 进行消费扶贫 测试产业是否可行的同时 贫困户也能有所收益 但萧框福反复耕种 导致计划产量和实际产量 差距过大 多产出的几千斤红薯 萧路成了问题 李南阳不能让客户吃亏 收下不合格的红薯 又不能将红薯退回 生怕打击到贫困户 发展产业的热情 终于到了收购山药的日子 李南阳马上通知村里的农户 做好准备 这个设计划 这个设计划 差不多找上来 开着起点面干了来 还能修 刚才老师 让他点准备不上 他都不关机了 你赶紧穿起来 不然哪里落落的 你拿着求教面干了 你拿着划的事 挖烂的 人家做生意的也很难说实话 我为什么要拉我 我说了我操不操不行 他自己写的 如果一不留 肯定放几个进去 不一定的吗 不放几个 到时候他说了 把烂的活都放进去 张瑞珍家的山药 收购十分顺利 客商非常满意 一个你几千斤的 还是修了你给扫下来 没有一个地方 这是啥 见了这位没有 好好 好好 你让你去吃开 吃鸡 你吃开仗啊 哪个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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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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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母产值五千元左右 如果勤于管理 甚至可以达到一万元左右 这让原本抱着观望态度的村民 开始准备大力发展 鼠类种植产业 经过里南洋的努力协商 客商不仅以两元一斤收购紫山药 同时愿意收走销匡福家的红薯 我以前他说 妈呀 收了几次没来收 有十号 推十一号 现在修了很高兴吧 好吧 薛妮一时 你再多缝都要装着来 你装着来 你还不然就装着来 两年再来 十年成功 十年成功 拜承您 您成组 好好好 欢迎 欢迎 有了钱 张瑞珍也着手购置材料 准备和邻居完成路面硬化最后的工作 这一点 这两根是细一点 这两根是粗一点 我用一点 一样粗的时候 那些都加成贵点 省一点四点嘛 为了调动张瑞珍发展养鸡产业的积极性 李南阳送给张瑞珍五只鸡进行释养 鸡的食量虽然不小 但张瑞珍丝毫没有心疼 以往喂过鸡 便要去看看蜜蜂 但最近张瑞珍有多了项新的工作 他剪了三次 四天左右吧 四天剪了七八天 六六天剪一次 第一个下的蛋 下的不成样子 他的选择太难看了 不像是个蛋 这么土豆之类的还有点凶 放一个水去 如果全部剪的下次他都不到这里下 一般吃完的时候再去磨一点 走这几遍呢 给你一百个号研 嘿嘿 煮饭吃 哎呀 不要一勾了 这两个鸡上去吃饭了 鸡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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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躲了多一点 烤太棒了 你知道吗 刚这个全面都是有点单的油分开 算了 半点了算四块钱 哈哈哈哈 算个鸡蛋算四块钱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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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瑞珍平时很少下厨 在热油里加水更是险些烫伤自己 但看着做好的鸡蛋 张瑞珍比较满意 那一件蒜苗 包 这件蒜苗没有的时候还可以 踩我的 看着看什么好看 实际上都是还是可以的 可能七八十块是可能有 品尝着自家的鸡蛋 张瑞珍对发展养鸡产业也开始动心 李南阳请来村里的养鸡产业带头人李秀才 帮助张瑞珍起步 同时为张瑞珍订购了一百只鸡苗 张瑞珍也开始抓紧时间加固鸡棚 正当二人满心欢喜时李秀才却出了状况 那个鸡这样子今天下雨这样子就暂时不要装备了好了 过两天的时候到时候再来再再就是 是吧 我都你刚才一挂电话我都已经出发了咧 过几两天就更好了再说 我要跟那个品尝鸡要讲好了 看来看一下我都要处理到他 他都不养 就是在这里养的最好的李秀才 他都讲不合算了 那个我还算没钱还是推 不是本来那个我现在讲的那个品尝鸡 他就有点是抵触 他就不愿意啊 不是你真的不要拿回来 不要拿到那时候好麻烦 我就赶紧跟你说 哈 因为这个乡下的消费力不强 鸡蛋很好 就靠我们这样的销还是有点点问题 把鸡蛋打了一天吧姐 妈咱们发生视频给往外面推了 哦鸡吧 鸡蛋还是还是满人吧 鸡蛋当时呢都有三十天一只了 他打起了 这样的它就打起了一层一层的这样的鸡 边在上面边在上面不会踩 这种麻鸡 还有这个乌鸡 这个乌鸡是那个蛋 是绿口蛋 好热的 外形不好看 要擦干净 但是这段时间又要来给他买蛋了 他的蛋也这么多了 三七二一 两百一 這個應該 我就是個蛋殼有的 這裡 這個更大的這個 這個大的這可能是雞工 工雞 工雞 工雞早得快 說明她那個產業院 她的儀式成功了 不錯 她還是蠻會動腦筋的 你看她這樣 她把她撞麻 想說她一個人 她媳婦都是殘疾人 一個立白就要我們 一個立白就要麻一點 一個立白 好嗎 還要去洗菜 洗菜洗你 馬上看 作為養雞產業的帶頭人 李秀才放棄養雞 會給村裡的養殖戶 造成不小的影響 李南陽開始擔心 張瑞珍養雞的積極性 受到打擊 在這兒 李除茶這些雞 這個雞的雞 這個雞 沒有錢 有錢 多不 少不少 一开始的时候信息满满 他一开始的时候 他鸡不仅养这150只 他要养这300只 500只 他现在又是180多大转弯了 这养鸡也不是养鸡是不行 头领是有点大 那个时间 今天在四十 鸡到时候要做饭水管 你给他做饭水管 我也是可以 改进共振就可以了 好吧 你晓得吗 管事都管你 你都上去的都十几堆 全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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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吗 都要说得很高的 嗯 你应该晓得你 你应该晓得你 但是万一你吊着这个 那个时候你都形成的路 形成的 还吊着这个 如果都形成的贵 没有开的 干了形成的干这个东西 你自然就这么炸 干了就是 你从来吃着 你吃开就吃下去 那就快速就让你硬 让你装蛋 市场上去卖位又发不来 他们的鸡有养不好 他们的鸡养不好 没有蛋下来 也没有用像这样下去 李秀才认为 养鸡 销路和成本都是问题 打工既省心又有钱证 在李南阳的坚持劝说下 并且答应解决鸡蛋销路问题 李秀才收回了 放弃养鸡的想法 愿意继续带头 发展养鸡产业 并且主动承担了 帮助张瑞珍 照顾新鸡苗的任务 就是抱团起暖 众人食材火焰高 拍个异团就起来 把这个自己做起 看 今天是村里的红薯干加工厂 首次加工红薯 一进门就出了状况 从山上饮水的水管 始终不出水 这梯子里的烤鸡就好了 那梯子怎么吃烤鸡 那梯子怎么吃烤鸡 靠鸡 那水没有沙气 油吧 油了有了 油吧 现在掉油 掉差不多油 可以了 经过一个小插曲 郑丰村的红薯干加工厂 正式开工 本来的话我们在山西 有没有的工地 叫他们多重一点 我们自己也多重一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